大家好,感谢大家过来参加凯博教育的CFA课程 我是普通话的CFA授课老师,我姓赵,你们可以叫赵老师 在这边呢,我要给大家讲手的是CFA一级里面的股票的分析和股票的估值 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在PPT上 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是overview of equity securities overview呢,主要的都是一些概念的问题 就是股票分成哪几种,其实也就是考的比较多的,也就两种 一个是common share,还有一个是prefer share 就是一般股和优先股 在prefer share里面呢,优先股里面呢 还会有一些关于跟股票相关的一些options 比如说叫co-options和port option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introduction of industry and company analysis 这一部分我们主要说的是行业 这个行业的几种分类方法 一个就是按照行业本身来分,行业本身的性质 比如说银行啊,地产啊,它肯定是跟消费品和能源是不一样的 就是按照行业来分,还有一个是按照行业的这个特质来分 怎么说呢,就是按照行业它是周期性还是非周期性来分 比如说周期性呢,通常我们觉得盈利受经济周期影响比较大的 叫周期性的行业 我要用地产来举例啊 比如说地产的盈利受土地价格和房价影响特别大 所以它是周期性的 那非周期性的呢,比如说我们消费品里面的米啊,面啊,这一块 不管经济好不好,都要吃饭 价格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这一块是非周期性的 还有一个分类呢,是按照这个行业本身的生命周期来分的 比如说新兴行业 那它是属于怎么样高增长的 可能盈利命不成好,但是它增长非常快 接下来是成熟阶段的行业 通常是一个cash call 就是不用投入太多 然后没有什么增长 但是呢,现金收入非常好 然后最后呢,是一个late stage的行业 就是西洋行业了 同时呢,我们还会讲到的 这个公司在行业当中的一个分析 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会讲到Port武力模型 就是一个公司在任何一个行业当中 任何一个公司它都会遇到的是什么 它的竞争对手 它的上游 它的下游 还有呢,想新进入这个行业的竞争对手 还有可以替代它的一个产品 这五个因素对于整个公司的影响 最后一个,第五十一呢 我们要讲到的是 这个equity valuation 这个是在 其实如果你们最后是从事股票这个行业 你们会每天都遇到 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对这个股票进行估值 这个公司如果是上市的话 它在市场上有一个每天的成交价 这个价格到底是被高估了 低估了 还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这一部分呢,会牵涉到比较多的计算 而前面第四十九和五十一这两部分 基本上都是一些概念 我们先从四十九开始 第一部分我们要说一下这个股票的定义 股票的定义呢 我们这边说的是 common shareholder 就是一般的股东 一般的股东有几个权利 第一,他有享受分红的权利 当然分红这个事情呢 公司没有义务 而且分红的价格 分红的每年分红的量 也是有变化的 所以呢,对于股东来说呢 他有每年投票的权利 他有在board里面投票 在董事会投票 说我决定 今年我觉得是不是合适分红 然后通常董事会会根据 大多数股东的这个决定 来决定分不分红 分多少红 然后呢 这个common shareholder呢 他可以享受公司的resitude value 这个很重要 就是在整个公司的运作当中 有这么样几类人了 第一就是员工 包括职业经理人 只要是拿工资的都是员工 接下来呢 是债权人 只要公司发债 不管是银行也好 不管是对于债权的投资者也好 那有一部分是债权人 最后呢 是shareholder 就是股权人 就是股权人 在这几个当中呢 如果公司出现了经营不下去破产的情况 那对于整个公司的价格 对于整个公司的这个权利 来claim自己权利的顺序是这样的 第一是员工 第二是股权 最后才是我们的shareholder 所以他说的是什么 resident value 余额 就是公司还剩下什么 剩下的就是股东的 所以也可以看到 在这三者当中 我们的股东是风险最大的 当然也是收益最高的 如果公司经营情况好的话 它的这个upside 是比我们的债权人要高的 OK 然后这边呢 说到的就是我们股票的一个 股东的一个投票 它呢 怎么样呢 这样一个 cumulative的voting机制呢 可以让我们的小股东呢 有一个 有一个 不被这个大股东给dilute的一个机会 怎么说呢 就假设这个股东有100个share 然后呢 board有三个position 它可以选择一般的 就是说 这也非常清楚啊 就是每 每一个 candidate 对于每一个 这个board的candidate 它可以投100个share 或者它可以把这100个share 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好处是什么 如果它觉得这一个人 在board里面 可以代表它 可以实现它的利益 那对于小股东来说 它就 这个 把自己的vote 全都投给了这样一个人 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它在这个board里面呢 能够有一个人为它说话 哦对 还有关于common share 我们还要说一点 就是 基本上在这个 share当中分两种了 一种是common 还有一种是 等一下我们要说的 preferred common share呢 有一个叫同股同权的 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我作为 任何一个股东 大股东也好 小股东也好 我们的 对这个公司的权利 是以我们在这个公司 有多少股份来决定的 而我的一股 如果你大股东 拥有公司 50%的股份 我拥有1%的股份 但是呢 我这个1%的股份 跟你50%股份里面的 任何一股的权利 是一样的 不因为我的股份少 我的权利就不一样 然后呢 现在要说到 preferred stock preferred stock呢 就叫优先股 优先股 它优先在哪里呢 优先在 我对于这个公司的 payment fix payment是优先的 怎么说 这个fix payment呢 也可以叫做dividend 就是我在发优先股的时候 我会跟 通常啊 在优先股的合同上 都会说清楚说 我们这个公司 这接下来的三年 会给优先股股东 分多少的这个 dividend 分多少的红利 而这个红利 是在普通股股东的 红利之前的 就我公司没钱了 普通股股东可以不分 但是优先股股股东 只要签了合同 一定要分 这个是我优先的地方 但我有不优先的地方 不优先的是地方什么 没有投票的权利 没有参加公司运营的权利 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 你不投票的话 那那个公司 如果真的做的 做的好 有upside的话 你也不会在这个优先股当中 你作为优先股股东 也不会享受到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优先股 这样一种金融产品出现呢 是这样子 它又像common stock 又像debt 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说 我是一个股票投资者 但是呢 我作为公司现任 现有的股东 我不希望我的投票权 被新的股东来dilute 所以我发优先股 那我的代价是什么呢 代价是我要给你一个fix payment 并且呢 还要优先给 但是呢 我的好处是什么 好处是你没有voting rights 所以这是一个 整个公司运营的需要 我又要融资 又不愿意dilute我的share 所以我们有了优先股 然后呢 这个优先股呢 它也分两种不同的种类 其实我觉得这一些概念呢 大家都没有必要记 因为没有必要去把它背出来 但是呢 只要在理解的层面 怎么样去理解呢 就是这条也是 优先股是怎么样 它是 must receive any unpaid dividend before common share common share holders 所以这个就是 less risky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 它优先在哪里 它一定要在 这个你一般的股东 普通股股东 没发dividend之前 优先股的股东 先要拿到这个 它的优先股的分红 还有呢 他们在优先股上面呢 有另一种安排 叫participate preferred give it a preferred share holders 这个呢 又跟前面那个cumulative 有一些不一样 就是我可以在公司 做得好的时候 receive extra payment 同时呢 claim exit par value 什么叫exit par value par value就是面值 就是你投资这个公司的时候 你给了多少钱 去买这个股票 如果公司liquidate的话 我投了100块钱 我可以拿回来110块钱 但所有的这些arrangement 不管是extra payment 还是exit par value 所有这些 都是在这个优先股股票 买之前 这个contract上决定的 所以其实呢 优先股的不同种类 只是一个contract arrangement 我们可以说 它是一种金融创新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保护 我现有股东的投票权 不被稀释的情况下 怎么样更好的 吸引新的投资 来到我的公司 不管我用固定的 这个分红的方式 还是用固定分红 加上extra payment的方式 还是固定分红 加上extra payment 再加上什么 更多的保证 就是如果公司不好 我还有比par value 更高的payment 就用各种方式 来吸引投资者 来投资这个公司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 又是优先股当中的 一个类型 就是可转换优先股 就是我作为一个 优先股股东吧 我有了分红的权利 同时呢 我也有了一些保证 但是我更想要的是 如果公司做得好的情况下 我怎么样能够 catch这个upside 所以它就有一个convert 把优先股呢 可以convert到common share 那这个conversion ratio呢 也是一个契约了 也是优先股股东 跟common shareholder 他们在发行的时候的 一个契约 好处是什么呢 你就等于给了优先股股东 多一个选择 你要转换 你可以转换 同时你不要转换 你还可以拿这些 divided呢 还可以 less risky啊 但你转换了以后呢 就可以benefit from firm's growth 然后我们要讲到的是 两个option 一个叫call option 一个叫port option 这个option呢 我们在这个derivative这一章节 演身工具这一章节 会经常用到 option本身是有价值的 那每一次我们说到call跟port的时候呢 记住call永远是对于 这个证券的发行人而言 不仅仅是share 在任何的derivative当中 put永远是对于 这个证券的投资者而言 那在这个股票 这个上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call 发行者是谁 发行者是这个上市公司 而put投资者是谁 投资者是股东 那怎么理解呢 就是上市公司呢 发了新的股票 但是呢 它当然是为了融资了 但是呢 它给了有一个条件 比如说我发行价是十块钱 那我有一个call option是十二块 就是你这个股票 涨到了十二块 我作为公司 我是有权利 把这个买回来 记住这个是对于公司 单方面的权利 它可以要求你 在十二块钱的时候 把股票卖给它 而作为投资者 你必须卖给它 这个是单项的一个权利 然后十二块钱 我们就叫call price 那你看它的结论 more risk than regular shares 为什么 因为这个对公司来说 是个好事 就是你本来买股票 就是指望股票 能够涨上天 对吧 但是呢 现在呢 公司给了你一个天花板 就是十二块钱 就是call price 那作为投资者 你为什么还要去买 这个有天花板的股票呢 通常这个call option 也不会单独存在 它为了把这个股票发掉 同时with这个call option 是对公司有利的 它可能会给你一个 高一点的分红 或者是给你一个 非常好的抵押 然后来降低你的风险 但是呢 公司同时呢 它又capture了你的upside 你的upside 也就是十块到十二块钱 当中的两块钱 好 然后说port option port option是对谁有利 对shareholder有利的 所以我们叫 less risk than regular shares port option是什么概念呢 它可以十块钱 把股票发了 然后说万一股票有一天 跌到了八块钱 我把它买回来 这个时候是什么 是shareholder在股票 万一跌到八块钱的时候 它有权利要求公司 一定要把这个股票买回去 所以权利在shareholder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就是对于上市公司来说 它这个股票就容易发了 如果一个share是有port option的 另一个公司发的share 是没有port option的 投资者会倾向于买 这个有port option的股票 为什么 那就是 那因为 downside就已经被cap了 downside也就是从十块钱 跌到八块钱的这两块钱 而通常情况下 如果没有port option 我们知道股票的价值 是可以到零的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port option是对于 给投资者的一个好处 一个甜头 那投资者会更倾向于买 有port option的股票 对于下方的股票